第四十二届沙拉月华人宁议会 于2017年11月23日上午11时 在书为国礼坛举行 差遣海外宣教士20周年感恩兼事工推展会 即闭幕于差遣礼 本会会长持经代目师也受邀于感恩会上宣讲信息 以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为题 来称谢耶尔华奇妙的作为 求主继续带领我们 并且兴起更多的人来为主做见证 十万名都能听见福音 此会长也勉励信徒们要有不怕死的精神 效法耶稣基督为榜样去传扬福音 宣教士差遣礼中有四位新的宣教士 被拆派到宣教工厂服事 在委任环节当中 由各个教局长宣读2018年牧者委任表 接着由慈会长宣读年会2018年特别委任表 欲了解更多本届议会新闻报道 欢迎浏览沙华人宁议会网站 资讯传播部采访报道